从向山俯瞰台北市 将蓝天白云暖黄夕阳到百万夜景 透过4K高画直摄影机尽收眼底 观光传播局推出向山看台北 4K即时影像 民众不用出门 就可以观赏到令人屏息的疗愈美景 这个摄影机是在三级景界之前 做这个想法要做 那希望说在 这个不管是台湾的民众 或者是国际的观光客 都可以透过这个镜头来了解到 来看我们台北市的一个美景 那这部分因为在最近今年中的时候 一个山西疫情到爆发的期间 那我们就加速来赶工 那因为避免说让民众来到爬山 可能会有群聚的问题 所以在整个施程上面 我们也是提前来建制 那也是说这个搭配疫情的情况 来做一个动态的调整 除了可以24小时观看 4K高解析的象山及时影像 电脑板更提供影片回放功能 能够随时浏览8到12小时前的回播画面 搭配优美音乐 动人美景令人陶醉 我们上面架设的这个摄影机 不是单纯的像大家知道的 那种CCTV的入口监视器 我们的设备是一个 星光级的高画质的高倍速的摄影机 所以在架设上去的时候 它本身设备就有资源 可以run in run out 就做伸缩跟移动的这个功能 拍摄的时候 它都可以针对 看我们要拍哪一部分 去设定每一个不同的局部 然后跟一个大景 来做轮流的播放 观传局表示 未来还规划在大稻城 新银商圈等其他地方架设摄影机 让民众欣赏更多台北市的美景 希望在疫情过后 吸引更多旅客来台北游玩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